今天大家来欣赏金碑,这是很久以前的金碑,共有三尺,已经忘记是什么情况之下,而有这种金碑的。 这应该是早年某一种比赛的奖品吧,这也是在我的收藏库,仓库里面,找到的,上次有介绍日本时代留下来的名贵的词曲。 今天介绍的也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金碑,黄金座的Golden Cup。 好,今天啊,昨天啊,我发现到一件很令我意外的事情,那就是,我以前所认知的自己的子为斗树命盘。 其实是错误的耶,因为我诞生的那个时间,刚好就是在两个时辰交接的附近。 那,我认为啦,这个可能是母亲还是父亲记错了,或者说故意讲错,故意讲错,把那个比较好的时辰呢, 当作是我出生的时间。 所以,这个这样啊,将错就错,这种方式也是一种补运的方式啊。 旗门盾甲里面,就有类似的做法。 好,这也是将错就错,旗门盾甲的做法是怎样? 找到一个很棒的布局。 好,然后把这个布局呢,当作是自己的出生年夜日所应该有的布局。 好,那每天麻醉自己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出生年夜日。 好,譬如说,他所挑选的最佳的出生年月日所显示的财库,应该是在东边。 那他就在东边放个聚宝盆。 好,但事实上,他本人真正的财库是在西边。 好,但是他的,他住宅的西边,可能是已经很杂乱。 或者说,西边有恶林,要改善,真的有点困难。 那,他就怎样? 把聚宝盆挪到东边,然后就制造一个假的,假的出生年月日命盘。 好,然后当作是自己的。这样呢,听说啦,这样子麻醉自己呢,久而久之,就能够骗过鬼神了。 鬼神还真的以为,那个假的命盘,是你的。 也就是说,用人类的念力或意识,意志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样讲,好像也讲得通啦。 那你看我,从学生时代到现在这么久了,我都以为,以前那个命盘是我的。 痒痒得意啦,痒痒得意。 因为,故母亲告诉我的那个命盘,那个财婆功真的是很强。 但是,我老是觉得怪怪的。 因为,我,你如果说财婆功强成这样的话,那我年轻的时候,怎么会经历那么多,困苦的日子呢? 虽然,现在,是很好。但是,按照,按照那个假的命盘来说,不应该年轻的时候会过得那么辛苦。 应该,应该是一路顺风啦。 所以,这个命盘,我一直呢,觉得有点奇怪。 尤其是那个,我很会跑。 我跑的速度很快。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我,我以前那个命盘,我找不到,我很会跑的那个,那个命格。 你如果,你如果很会跑呢,那你的命宫,或饥饿宫,一定会有地解。 地解,地空嘛。 地解呢,就代表说,你跑得很快。 不然就是说,你有很多土地,空地哦。 地解嘛,是空地,上面没有建筑物的空地。 那,我是怎么开始怀疑这个命盘? 就是,我拥有很多土地啦。 我的土地,数千坪,好几千坪。 不是你们一般人,所谓的几十坪。 几十坪啊。 就养养得一,说好。 这样,弄到,我有二十几坪,我有十几坪,我有三坪,我有五五坪。 我是,好几千坪。 那,其中大部分都是空地。 那,照理说,是空地的话,那我应该,三坪市政会有地解啊。 但是,旧的,旧的命盘,没有,三坪市政没有,没有那个地解。 因为,地解一般被认为是不好的。 但是,现在呢,我找到自己真正的时辰。 Bingo,我的地解就在我的前移工。 哦,这,这,地解虽然是不好的心。 但是,地解也代表空地啊。 这符合说,我,我有土地,空地,数千坪的,真实状况。 而且,我跑得很快啊。 速度超快的。 这,完全符合。 哦,所以说,我现在,才知道我真正的,紫围命盘。 我,我来对照我的人生。 嘿,还真的,还真的比较像耶。 还真的比较像耶。 譬如说,火灯格,有没有。 我以前的命盘,灯狼独作。 但是,新的命盘,灯狼跟火星。 所以,火灯格叫做,不过一夕爆富啊。 这个,才比较符合我真正的状况啊。 因为,我前半身都是相当的辛苦啊。 被気伏至低啦,欺陆到底就对了。 但,因为有火灯格,一夕爆富啊。 这才符合真实状况。 好,谢谢,欣赏! 啊